不想在室外多待一秒呀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却有这样一群人在寒风冷雨中默默地坚守 寒风秉烈 天空中下着灵芯小雨 室外温度只有7度 然而在县城的各条道路上 橘红色的身影却随处可见 即使天气再冷 他们也从不脱港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守护着各自负责的马路 这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 每个环卫工人扫一趟负责的区域 要将近三个小时 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都不能缺席 最怕的是遇到下雨天 不少垃圾被雨水打湿 粘在地上 只能用手去捡 采访中记者发现 对于在寒冬里工作 环卫工人似乎早已习惯了 他们不停地重复着弯腰 扫地 捡食 前行的动作 在他们看来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确保责任区域干净整洁就满意了 泪点 动点 也无怨无悔 平均工人员 太过就把四十六岁左右 据了解 目前县城新增了不少的垃圾桶 大大方便的市民 也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垃圾桶的话就会让孩子丢到垃圾桶里面